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印度剧《已婚的女人绝对》是2021年最佳百合神剧 故事发生在比现在更加传统的90年代印度 前半生受尽安排的已婚女主 遇到崇尚自由的女画家后 开始了寻找自我的过程 整部剧内容饱满 结构精炼 两位女主演技到位 仿佛她们就是角色本人 尤其饰演画家的演员Monica 圈内盛传她的蕾丝传闻 还拍过LGBTQ的平权短片 难怪在剧中聊人技巧如此高超 不仅令人气沦陷 荧幕前的小编也失控大喊 我可以 我没有必须的女人 2015年的日剧《百合之恋》 是日本史上第一部百合剧 女主们因为父母再婚成为姐妹 姐姐对妹妹一见钟情 妹妹在克服了对世俗眼光的恐惧 与对竞技恋的不安后 最终迎来Happy Ending 高颜值的姐姐配上超强演技的妹妹 短短8集就稳了6集 还有一起洗蓬蓬的脸红剧情 小编当时看了可是边闹不边害羞呢 2015年不止日剧 韩剧也开始女女恋 看大师的百合这剧名多直白啊 8集的网剧 每集只有短短4分钟 要在32分钟内把故事说完 除了感进度 还是感进度 看着呆萌兽一步步被强攻吃掉 美少女配美少女真的太棒啦 太剧局李局气女子高中 讲述主角小语转入女子高中后 不仅结交了一群小伙伴 还收获了爱情 虽然只有女主在认真激情 但场景毕竟在女校 有多对CP可以磕好磕满 吃糖吃到饱 如果你再求我再结婚你 我会不会说不 2019的《绅士捷克》是小编推报之作 剧情改编自真人真事 主角李斯特是英国史料记载上的第一位现代女同志 作为实业家 她步兴了自家庄园 作为作家她留下了26本日记 是英国性别研究的重要资料 李斯特的人生跳脱世俗束缚 勇敢追求爱情 也勇敢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 让观众看着看着也不禁升起了冲破番离的勇气 绝对是有智商有感情的高品质爽剧 以上就是本次的推荐啦 你们还知道哪些好看的制药剧呢 欢迎留言写下想法并关注点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